我們現在在長榮的鳳凰酒店 這裡是礁溪 其實我們最近很常來 我們來這邊就是泡泡溫泉啊 看看房子啊 體驗一下在這邊生活怎麼樣 今天很特別啦 我們是帶我爸媽 還有小朋友一起來 聽說這個酒店 沒錯 我們打算就在這邊 都不出去了 你很好耶 大客館的感覺 對啊 這邊有點心吧 可以拿嗎 剛剛才吃飽的 那可以吧 我看到巧克力放 我想說吃 它蠻貼心的啊 入住啊 還有附一個點心 對啊 今天我們要跟您做一個介紹 那房間的部分呢 我們一共有三間房間 全部都是在九樓 我們打開之後 會看到裡面有房卡 我們搭電梯用餐 各項設施都房卡帶著就可以 館內有設置四個課程 它是免費可以參加的 那大拼九點的時候 鳳凰日常這邊會有魔術表演 有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順便一起參加秋獎 我眼睛還好嗎 眼睛還沒有 我們剛check in 然後來參加飯店的活動 欸 我跟你們說 長榮交線活動很多欸 多到我都快記不清楚了 現在我們參加了一個解謎的活動 叫做 格馬蘭傳說 格馬蘭就是宜蘭這邊嘛 那這裡呢 有貓將軍跟龜將軍 那我們呢 今天是加入了貓將軍的軍團 我們要去破解這個解謎遊戲 我們要先來闖關 要先找到一個戴斗藝的人 對 我們去找找看 找得到找不到 對 那這個呢 是我們的闖關要用的東西 解謎完之後 最後就可以拿禮物喔 他說 你要先問他 小偷的 提示 他會告訴你 然後你要找到這三樣 那要解謎嗎 對 那妳的令牌有帶嗎 好 他要幫我去解出這三個線索 然後來刷清自己的嫌疑 我們達到的一個令牌的杯墊 接著 我們要去做DIY了 妳做蛋糕感覺很厲害耶 我跟你講 我天真就是會做蛋糕的料 真的跟妳老公沒有關係嗎 當然沒有 哈哈 聽說妳老公是有乙籍的烘焙執照耶 喔對 那就是我的頭銜 我是乙籍烘焙大師的夫人 其實飯店很貼心耶 準備了非常多的活動對不對 他們現在剛好有一個活動 稍微 Oscore一點 你知道嗎 現在是那個老派朝日子 那這個活動呢 從9月15到12月底 除了像我們剛剛可以玩一些剪影遊戲啊 或者甚至是做一些DIY啊 單雙子都不同 而且那早上下午也都有 你就可以每天都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活動可以參加 對而且我剛才啊逛他旁邊啊 有一些舊的計程車啊 其實看起來真的很吵耶 真的我還看到我以前我媽都會聽妳的歌 那烏陽飛飛的 嘿嘿嘿西 開網路 這好像是期間限定的活動啊 就常常會有不同的展出 還不錯 那像我現在做鹹蛋糕 那有的時候你還可以做牛舌餅 很不錯耶 對都會有一些變化啦 我們剛才做完DIY DI...等一下 我們那個一定特別好吃對不對 那個我做的肯定好吃 那有我的愛好不好 自己練成 自己練成 自己的限制 我們接著要吃飯 吃飯不在這 吃飯走 走樓梯上去就好啊 你老人家要多運動啊 走樓梯上去 這間飯店的晚餐啊 其實很特別啦 我有問飯店人員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跟我們一樣選擇一泊二食 重點是 它有三間吃到飽的餐廳可以選擇耶 它是全台唯一的觀光旅店 有三間有吃到飽的餐廳喔 這三種啊 分別是 蜘蛛餐 火鍋 還有港市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 港市點心吃到飽 就是這間鳳凰圈 這一間呢 是新開的 它裡面有60樣 我現在來看一下 我可能每一樣都點起來 我現在吃得完 超愛吃 可是這個飯店 有港市吃到飽的餐廳 超划算的耶 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港市在外面吃起來 都不便宜耶 我現在一次吃飽飽 車子來了 車子來了 其實呢 也才7喔 通通都點 本身就是大胃 請問所有的都有嗎 我們這邊全部都有 你真的通通都要一份嗎 除了那個香菜的之外 我都可以 有香菜牛肉丸 那 不好意思可以給我 兜割一份嗎 我點了牛腩湯 它牛腩很多耶 很大塊耶 沒有再給你小氣了 該放的都有放 來吃吃看 怎麼樣 它牛腩好不好吃 很不錯耶 我去香港的時候也有吃牛腩 那個酒雞牛腩好好吃 這個是豆乳雞 這是避風糖口味對不對 對 真的好吃耶 這個 天啊 好適合啤酒喔 很酥喔 細塊它的肉 哇好大塊喔 它排骨看起來很不錯耶 吃一下 它的排骨肉很多 其實有一些人的排骨 是不是會很乾 然後骨頭很大 它的肉還算蠻多的 然後我們剛吃到現在 我覺得它的菜色其實蠻多的 就是港式點心都有 像是菠蘿油啊 燒賣啊 珍珠丸子都有 那你如果想要吃一些不一樣的 比如說像是 有一些什麼橘白菜啊 它其實也有 牛腩湯它也有 那飲料你喜歡喝的 港式的凍龍茶 或者是阿華甜 它們也都有 我自己覺得選擇還蠻多的 我覺得一家大小啦 像我爸我媽又一起來 其實都可以選到自己喜歡吃的 它其實每樣東西都少少的 那這樣你吃 可以吃到更多的東西 最後還有一個甜點 哇 甜點 我跟你講吃港式一定要吃甜點啊 其實我每一次呢 都覺得吃港點一定要吃西多士 可是我心裡都會 就是天人交戰你知道嗎 就會 啊 好想吃西多士喔 可是它很胖耶 嗯 還是點好了 你看你看 這感覺就是剛剛放上去的奶油味 Oh my god 裡面有花生 好啦 吃一吃 等一下我們一起去運動啦 它三樓有很多可以運動的地方 沒錯 我們就可以去運動 有健身房 還可以游泳 我很強耶 你這很厲害嗎 你要跟我後遺一下嗎 天生就是下棋的料 我覺得它這個棋的質感很好耶 很不錯耶 很不錯耶 讓我們買一個 我們不是說好先在宜蘭買房子 先買房子再買這個 太多了啦 太多了啦 它三樓其實活動的空間滿大的耶 欸對啊 有桌球又有撞球 那它也有兒童遊戲室 那它也可以打Switch還有XBOX喔 而且旁邊啊 它還有健身房 我們去看一下健身房吧 而且它晚上九點的時候 它還可以在那個韻律教室 可以做 睡覺之前的運假 在做什麼啦 要嚇小朋友好不好 我想每個都要指揮一下 你在這邊是哪邊 我在指揮交通啊 這邊是蘭陽隧道啦 其實飯店啊 有一區 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樣子的 就可以小朋友啊 可以玩那個扭扭車 繞圈圈 你生活很不錯耶啦 不行 要扭很累 太辛苦了啦 欸欸欸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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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嗚 嗚 不要起來 不要起來 我覺得我剛剛可能吃太多了 看一下它的健身房 欸 健身房的直接就一個包廠喔 我還可以看籃球耶 它的健身房啊 還蠻寬敞的啦 有三台跑步機 還有一些重訓的設備 該有的啊 也都有 然後這邊啊 還有一台腳踏車機 跟橢圓機 還有一個練腳的 我們在泡溫泉 它房間有一點非常棒的就是 房間是真的溫泉 這應該不算浴缸 就是它自己做的這一個 像溫泉池的這個池子啊 很大 你看 他們兩個人泡的空間還非常的大 這個如果在家小朋友一起進來玩也是ok的 而且宜蘭的溫泉是沒有味道的耶 舒服耶 對 很不錯 而且它其實我覺得它裡面有整理過 怎麼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長榮鳳凰酒店其實有點年紀耶 可是你一進來廁所你就知道它一定有在保養 因為你有碰到溫泉啊 你東西都一定要定期有在換什麼的 而且它維護的不錯啦 像這類的房型啊可以看到外面就是床 其實這樣的空間感啊就會覺得非常的大 等一下晚上我們會去抽獎 對 我們要泡完溫泉 換了和服 現在的 原的房子就靠你了 我們被亂講 結果等一下不是抽房子怎麼辦 然後飯店很貼心啦 它會放就是適合你的和服 讓你喜歡早穿 然後其實很舒服 我們已經泡好了溫泉 然後就直接換了這個衣服 那我們現在呢就要直接去摸彩 然後摸到大翔中我們回來就睡一覺 明天就成為千萬富翁 亂講真的是亂講 好啦我們一起去看表演啦 表演的很厲害耶 我也會啊你看我 你不明白你怎麼看人家比啊 欸它每天晚上表演好像不一樣對不對 對啊而且它這個表演啊 你就可以免費參加 重點是 我免費參加抽獎喔 而且人蠻多的喔 可以兩隻手 我可以 等一下就是發大賽 發大賽 一幾號看一下 733732574 我們根本不知道會抽什麼 對啊 從頭到尾講這樣都是我們亂講的 沒中 沒中 沒中不是正常嗎 好好去努力賺錢啦 哈哈哈哈 晚安 睡完讓我睡好嗎 除了你老公打呼之外 除了我老公打呼之外 一切都很好 而且我發現呢 我覺得單人床兩家合在一起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我覺得我新家別墅 可能也需要換這樣子 比較不會互相影響 沒錯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吃了些什麼喔 我這次呢拿了很多麵包 因為它麵包看起來好像還蠻好吃的 但它還不錯 它選擇算真的很多耶 像它的歐姆蛋啊 也是現煎的對不對 現煎的 而且每次排隊只能拿一份 可是師傅速度很快 雖然要排隊 可是算快 然後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它一些中式的炒菜 欸 師傅在後面真的是用大火的壞炒 大火的壞炒 對真的還是蠻特別的 中西也是蠻多的 然後中西式都有 然後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啊 很少人早上有現炸的蔬果汁 我來吃一下它的蛋 它的蛋其實你們選擇的料有很多 然後你也可以跟師傅說 你什麼想要什麼不想要 料很多耶 你看我家有多少 你真的是很捨得家耶 謝謝 它早上buffet啊 氣勢很足夠 選擇真的很多 一家不管大跟小 一定可以選擇到自己想吃的東西 麵包就快吃 早安 我們已經吃完早餐了 我們現在來開箱我們的房間喔 我們這次的房號是0913 沒有啊 人家就叫913拿來的0 我就喜歡打電話的感覺都要加0嘛 它總共有12樓 那我們是住在9樓 那這一間呢 我們住的是他們最基本的房型 是高級的陽室客房 我們來開箱一下 對不過我們這間有點特別啦 我們這間是有貼一些彩繪 聽說整個飯店就是有四間有 對只有四間有 可是其實陽室客房都是一樣的形式 只是這間有貼不一樣的圖案 一進來的左手邊就有一些櫃子 這裡有衣櫃 它的衣櫃啊其實因為這邊有溫泉嘛 所以它會有附一些袋子 可以讓你裝衣服過去 欸它的衣櫃很大欸 而且它的衣櫃 根本就是為了小Q人設計 你看它的衣架 就是完全剛剛好的高度 很不錯欸 因為一般有一些都會太高都要踮腳 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外一邊的衣櫃 那這邊呢就是保險櫃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體重機 那一進來的左手邊就是廁所 我覺得它廁所很棒欸 它廁所滿大的 其實我有查這間飯店的資料 這間飯店啊是2010年開幕 其實到現在已經有點歷史了欸 十幾年了 那它這一個泡湯匙是每一間房間都一定會有 對我覺得它這個一定有做過重大的更新啦 所以說其實應該一直把舊東西淘汰 我覺得它的浴室是很舒服的 對它都有在保養 而且它呢這邊呢是用電動的窗簾 給大家看一下 還不錯 而且它牆壁上是有音樂頻道 因為像我也會覺得說 欸如果泡溫泉可以聽音樂很棒 這邊都可以轉 它的碼頭啊也是用TOTO的免治碼頭 然後看一下它靈異的空間 它靈異的空間其實也是滿大的 那它也有附它的背瓶什麼的 我自己都覺得它一定有整理過 因為靠近溫泉區的浴室 都很容易黃黃的啊 髒髒的 可是你看他們就知道 他們一定有在換跟更新還有保養 而且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是溫泉飯店很重要 就是它水很搶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其實我們這間是 連通房啦 啊又啊跟它的堂哥啊 其實住在隔壁 對那他們隔壁間跟我們是一樣的 可是牆壁的圖案不一樣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邊呢就是它的床了 它的床都是一大床 它的一大床呢 其實是指兩張單人床合在一起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分開也可以一起 我覺得很方便 我跟你們說我這邊睡的 我覺得很不錯 我也想要這樣子 希望我老公在搬新架的時候 可以買兩張單人床給我 這樣比較不會互相影響 然後打付的時候 你就把我推遠一點就好了 對我這樣子離的距離 會有一個更好的距離 然後飯店啊在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附了這個很有特色的伴手禮 聽說這個都是百年老店對不對 對這是宜蘭的在地的百年老店 那這些東西伴手禮呢 都是你搭配的老派朝日子住房專案 都一定會有送 那冰箱這邊呢 它mini bar的東西其實真的很多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冰箱一定要有超多選擇 像是水啊汽水啊然後寶礦米 還有豆漿豆奶 反正它東西真的非常多 這些你通通都可以免費喝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附的點心啊 也算是蠻有誠意的 像這個 這個小朋友超愛的 昨天阿優那邊吃完 他想偷拿我們的 他本來想要把這些 通通裝到貓裡 然後我就說不行不行 我們還沒拍 然後這邊啊還有鳳凰小肉乾 跟一些小朋友非常愛的零嘴 然後也有附一些在地的蜜餞 那這邊轉過來呢 這邊還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這樣子 就日式的小盒子我覺得就是 哇旁邊就面著窗外的景色 然後你這邊就可以看到 龜山島藍陽平原 就可以看風景 然後在這邊呢 你就可以在這邊寫寫東西畫畫圖 而且它這邊還有 付免費的水果 很不錯耶 昨天其實蔡凌阿跟阿優 都在這邊念書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桌子 我昨天也有在這邊打一下電腦 然後它行李啊是整個區域 這邊都可以放行李 其實非常的方便 蠻寬的耶這間房間 沒錯它以房型來說 最基本的房型都比別人的房間還要大 對我們這間是基本房型就已經這麼大了 嗯12坪 然後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外面阿 是看得到龜山島的耶 其實view阿是非常不錯的 我們要去游泳了 這個是飯店褲的拖鞋 我覺得蠻好穿的 我媽剛才阿 才去他們三樓那邊游泳 她說很少看到現在飯店阿 有這麼大的戶外的溫泉游泳池 是五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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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好吧是五樓 一直記錯是五樓 哇這邊好按摩椅耶 我們現在到五樓了 這邊感覺還有一個交易廳 然後這邊有男女的更衣室 往這邊走阿 就可以到戶外的泳池了 哇 欸 很大耶 然後還有一區給兒童專用的 欸她的水溫是28.8 那就是溫水的 這麼大還是溫水真的蠻少的耶 對啊等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游泳 而且我跟你講喔 它裡面的飲料阿還可以隨便你用 往裡面走還有一區很大的SPA區 哇有 有三四五 有五十耶 而且那顏色都不一樣你看 哇 那個是魔力之泳 泡了以後你就有魔力了對不對 哇 非常大一個區域耶 有1300坪 號稱是宜蘭最大的 會癢嗎 哈哈哈哈 很癢 新店菜林在玩這個 這邊是溫泉魚的泡腳區 它是用魚嘴部阿 吸雲的那個能力阿 幫你去除腳底的老舊腳質 喔真的 喔好癢喔 哈哈 真的有感覺嗎 有阿 很癢嗎 很癢 超級癢的耶 我們要下水啦 欸水很溫耶 很淺嗎 很淺嗎 其實今天的氣溫阿應該大概是15度 不過它的游泳池阿還能游 真的非常的棒 風景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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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e 掃�心 花椒 supported I've got some paper in the trash now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住 郊西的長榮鳳凰酒店 對 而且我覺得這次蠻特別的 這次是我們全家大小一起來 沒錯 我在這次的旅程當中 其實我有發現很多家族一起來 就是那種阿公阿嬤 待著爸爸媽媽還有孫子一起來 總共一團二三十個人 然後入住這邊酒店 我自己覺得這間酒店啊 很適合各個年齡層一起來入住 沒錯 因為像是我們小朋友 可以去打個桌球 玩個冰球 那也可以打電動 那像我們我們喜歡在房間 喜歡去游泳池也很適合我們 那像我們的公公婆婆也有一起來 他們就是去泡湯 就是每個人在這邊都可以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做 其實你都不用出去 在飯店就可以 像我媽很愛泡湯啦 在房間啊也可以自己泡 然後如果你想要在室內 有一點戶外的感覺啊 你可以到五樓的SPA區 其實你喜歡泡湯的人啊 這間一定會非常適合你 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不錯啦 你高速公路下來大概五分鐘 離市區又近啊 很適合一家大小啊 來郊西這邊的一個選分 最後我要稱讚一下它的服務人員 我覺得它服務人員的素質 也非常的好 沒錯 來這邊就是一路上大家都會說 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啊 有沒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啊 他們都會問 就覺得很不錯 而且它的生意非常的好 飯店業啊也蠻複甦的 看到這個感覺是真的蠻開心的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點 都會發布影片 記得加入社團追蹤下去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